我真的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包场 但是这法院包场啊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之前我就说 老米费尽心机的 在原神里藏水印 为的就是防盗 甚至还把名柴鸟的叫声 做成了摩斯密码 但这也挡不住 各个小作坊的盗班和盗用啊 就比如说这样 还有这样 最经典的还得是这个 来一拉 客情 风圆万一 妹 当时我就吐槽 我说你家法部也不干活啊 这光打水印有啥用啊 结果昨天我一搜 老米这一年要打的官司 好家伙啊 真打脸了 光是11月21日这一天 老米就要打上六场官司 而且全是维护自家知识产权的 你是不是觉得这已经很多了 那么请看去年的12月26日 老米在这一天内 就打了整整13场官司 我要打十高 你放开 不要这样 我终于理解风担和未定 为什么要以法庭为主题了 这要是换做游戏里 那左然两眼一睁 就是开庭 纳维莱特一睡醒 就是格纳喊素敬 我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 但你也没说 你家游戏是写实风格呀 感觉隔壁未定 剧情策划 要是没灵感 那都得去老米的法务部 溜了两圈 回来之后呢 简直灵感大爆发呀 谁说这法务部不干活的 这法务部可太劫牢了好吗 没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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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别